云建行动是以互联网云服务云平台为利件去抓捕犯 8月警方掌握到曹勇极有可能藏匿在广州市白云区 因为一个盗窃被广东省花图区抓住了 抓住了因为他没有身份证的 他就假冒了别人的身份证被关进去了 那个花图区就是说因为疫情就直接联系了 对他假冒身份证的就发现 他假冒身份证在长沙 就发现他跟那个不是对应的人 然后就直接对他进行采取 进行头像拍摄照片 通过这一点直接上了 珠珊警方发现这名男子与曹勇高度相似 8月初珠珊公安分局的民警 赶赴广州市白云区实施抓捕 经过蹲电守候 然后在刚好那天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 我们去的时间也比较好 他刚好出来买东西吃 然后他特征很明显 因为之前的照片中反映出来 他特征很明显 是个土地 他看着我们跟着他 他也好紧张 他看着好像有人在跟着我 他也加快在脚步 就往前走 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对劲 我们马上冲上去 直接一个暴息 把他控制在地上 经过审讯 这名男子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就是曹勇 29年 李家兄妹终于等来了劫匪落网的消息 这么想着抓到了我们太开心了 又开心又心痛 想着我妹妹给我爸爸 还是难受 抓那个处事还是没用 千刀万挂 那么这些年曹勇 曹勇今年53岁 据他供述 在杀害李京芬之后 他游过了昌江 又步行了很久 坐火车逃到了安徽 曹勇 从山上下来一车 我就站着 他就坐 他走到处晚上 他走到处晚上 而这些年 曹勇本性不改 他好事懒做 主要还是靠盗窃为生 据他自己交代 他离开景芬之后 他又到杭州一些那些地方去 也在那边也是耗勇都很 跟别人打架 后来曹勇开了一种 灰色的按摩产业 按摩店 这种灰色声音一直慢慢地过来 他在广州花布 这些很多地区都是有钱科 但是都没有他用他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们查了那个都是有判过刑的 都是盗窃 爬窃 一般都是 一般都是在哪里 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 他待在那里 偷了 偷到了 偷到了就拿到钱 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 他没有条件去上班工作的 因为他没有身份证的 曹勇辗转到过很多地方 去过湖南 江苏 广东 但是每个地方都不会待太久 每个人的工作 住不了多长时间 我都住了多长时间 我都不怕的 啥的 我都是住了 有的住了一两年 据他自己说 他说他在一个地方 也不会待很长时间 然后隔一段时间 他就换个地方 隔一段时间就换个地方 他是这样子 我们抓他的时候 他说我刚好准备离开港广州 曹勇说 这些年 他也是在丹京树帕中度过的 对于受害人家属 他也深感愧疚 原来是哪个墙 警察阵法马上躲开 看着警察阵的车 江西的排车